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的经历 我们很难感同身受 现在他们通过修行求得了安乐一样的宝宝 然而还有很多人想尽了各种办法 依然要不到孩子 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请大家继续下面的学习 不孕不遇的真相是什么 当今社会 不孕不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根据中国不孕不遇现状调研报告 由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统计 到2009年 不孕不遇率已攀升到12.5%到15% 也就是说 每八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不能生孩子 而且不能生育的夫妻成年轻化的趋势 那么 有子与无子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先来了解这样一个问题 精子与卵子相遇就一定会有宝宝吗 佛法告诉我们 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子在子宫里面相遇 并且有神识入胎 这是形成胎儿的两个基本要素 佛说入胎经上演 若母不敬 父敬 若父不敬 母敬 若聚不敬 义不受胎 这里的不敬 主要是指生殖器官的各种感染或者疾病 如果父亲方面健康无病 而母亲方面有感染 或者母亲方面健康无病 而父亲有感染 或者父母双方都有感染或疾病 那么 就不能受孕 按照现代医学论据 这种情况下即使受孕 婴儿也很可能会因此导致先天性的各种缺陷 或父母尊贵 终有卑贱 或终有尊贵 父母卑贱 如此等类 义不成胎 或者父母是受人尊敬的 高贵的 而等着入胎的中阴身是卑贱的 或者父母是卑贱的 而等着入胎的中阴身却是尊贵的 双方的格局 运势 因缘配合不来 那么就不能受孕成胎 父母如果身心恶着 就很难感召到一个清静的孩子 这就如同我们喜欢整洁的人 不愿意生活在杂乱的环境中一样 同样 这个神识的善根福德 也要与父母的善根福德相当 才可以入胎 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如果神识的福报大 他也不会入胎到乞丐的家里 而是入胎到富贵人的家里 所以我们父母如果贫贱福保 只能敢照同样贫贱福保的孩子 来入胎呀 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孕育一个生命 就需要有父母的精子和卵子 在子宫里面相孕 而且要有与父母的格局 孕育相匹配的神识来入胎 而这个神识 又一定是与父母有着因缘才来的 不会是毫无关系的 这些是孕育生命的必要条件 那么导致父母 因患有生殖方面疾病 而不能受孕 神识不能入胎 乃至入胎后 胎儿是否健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 拥有大智慧的佛陀 早在2500年前 就告诉了我们生命的真相 宇宙的奥秘 一切都是因果 整个宇宙中 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 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神秘的力量是什么呢 它就是烟果定律 烟果的力量在起作用 什么叫烟果呢 简单的说 就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什么样的烟 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 烟果非常精确 不会发生一丝一毫的偏差和错误 种善烟 必然会得到好的果报 种恶烟 必然会得到不好的果报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 叫烟果通三世 就是说 某一世种下的烟 可能在当世就结果 也可能在下一生或多生以后 才表现出结果 但是无论如何 只要种下烟 在某个时候 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果报去承受 一般而言 今生所承受的一切 受到前世的影响比较大 今生所做的一切 对后世的影响比较大 这就是命运的原理 比如说 我们很多人要不到孩子 从因果的角度来说 那一定是我们过去造作的恶业 所产生的结果 我们去医院检查 可能医学上会总结出种种原因 例如内分泌失调 生殖系统疾病等等 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 现在我们学佛了 明白烟果了 就知道 这是我们过去造作贪 撑 吃 杀生 邪淫 堕胎等恶业太重 由此恶因而感得不孕不遇的恶果 明代高僧 莲池大师 也曾在竹窗随笔中说到无子的原因 平常多行不易 夺人之所有 绝人之后代 离人之骨肉 种种阴险惨毒 都是造成无子的原因 我们造的恶业多 结下了恶缘 有可能无子 即使有子也是来报仇讨债的 那么家庭就不会安宁 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要知道 无子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因为物质问题 心理问题 生理问题 而是因为 因果的力量在起作用啊 现在我们学佛了 对于无子的原因 要真正理解 而不是忧愁 埋怨 着急 因为这样于事无补 我们应该努力修行 忏悔业障 消除业障 逐渐转变这些恶因 转变恶缘 最终扭转过来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造了恶因 造了恶业 这是一种力量 那么修行想改变 转变过来 同样也需要力量 也需要时间慢慢转变 慢慢的心讨 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佛法 来理解无子的原因 通过佛法 通过修行 来深入理解这个问题 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来入胎的神识 与我们是怎样的因果关系呢 在下一个课间学习中 我们会为您详细说明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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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